他說現在的市況這麼波動 是否適合月供股票會穩陣些呢 每個月的供款就是5000元左右 你有沒有建議可以給他呢 月供股票大家要留意 就不是說一定叫做好穩陣 因為都要看一下你供些什麼股 還有會不會很集中 只供那兩隻 因為如果你說想著 可能供5年只供那兩隻 譬如不夠不幸 你對上兩年 就全部拿去供阿里巴巴 供騰訊的 你供同一類的股份 又剛好受政策影響 一樣是可以跌很多 所以我覺得每月供股是OK 重點是什麼呢 都是分散一點 你5000元就當供4至5隻 即是你覺得5000元來講 都再分散一點 再分散一點 盡量都不要讓整個投資組合 只有一隻股票、兩隻股票 還有最好這四、五隻股份 都分散不同行業的 每隻行業 即是選一些龍頭的股份 去供 去供 我覺得是OK的 是 譬如說分散上 會不會你都有些建議 譬如我舉個例子 即是2800 或者388 這一類你覺得 是否都可以考慮的選擇 OK的 388這些都正正常常 即是大藍炒 不會怕去執 又不會太受政策影響 負責又不是特別高 這些是OK的 即是我選股的角度 就是盡量選一些不要受政策影響 譬如好像友邦這些 剛剛提過 都是可以考慮 另外財務狀況要穩健的 這些條件如果滿足到 就可以選擇去月供這些股 就這樣說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